各位看官 史记有云 一死一生乃之交情 一贫一妇乃之交太 一跪一剑交情乃剑 一臣一服交情乃出 得意在前用兵在后出 牧者必士冠 新御者必振一 败君之将不可言勇 亡国之臣不可言之也 还有一句话 叫做商种有天才的魔咒 孙伟东一出生就开了卦 人生几乎都是天狐开场 一开场就拿到了三个大王 智商超高超好的机遇 贵人的提携 可是孙伟东后半上的人生 就流浪到了美国纽约的 寒冷的大街上去了 他的境遇啊 他的遭遇呢 引起了无数人的这种牵挂 他最新的情况是复旦的校友会 把他给藏起来了 不让这些自媒体博主呢 利用孙伟东来这个炒热肚了 是吧 要保护孙伟东 那么熟悉孙伟东的呢 一个华人的美丽的老板娘站出来了 利萨他呢 在抖音上发了条视频 我也给大家转发了 是吧 这个孙伟东的这些校友们 义工团体向记者表示 利萨说的都是基本上准确的 而且呢 他也说了孙伟东最新的近况 利萨说呢 他2003年呢 在曼罕顿开服装店 招的第一名员工就是孙伟东 是吧 这个孙伟东呢 非常的守规矩 从不知道做工很认真 原来呢 他是因为911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呢 孙伟东呢 也给他说了 他和前妻的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能够确定呢 他的前妻是一个东北的女人 而且呢 这个隐瞒了他有一个孩子的 这个情景 孙伟东还以为他这个滑滑姑娘呢 结了婚之后 后来竟然出来一个孩子 而且还把孩子弄到美国来了 由此呢 孙伟东可能是受了一些刺激 再加上自己工作境遇的问题 孙伟东就开始幻想 就开始这个发病 这个精神恍惚 是生病了 是吧 那么孙伟东 到现在到底是让这帮复旦的 校友们给接到哪去了呢 我一直给大伙说呢 我说复旦校友们确实是好心 我们也信任他们 也认为他们呢 也是想为孙伟东好 为他治病好 可是呢 他要明白啊 孙伟东作为网红 对吧 他的这个流量价值 就是救助他最大的资本 这些校友们不可不查 你把他血藏起来 也不叫个事 对吧 那这个最新的情况 校友们是这么回答的 说呢 这个一个救助小组的宋先生 向记者介绍 说呢 是个义工团队的 目前只在校友朋友 和同乡的小圈子里边 进行了募捐 所以任何公开的募捐 都与他们无关 现在呢 团队呢 为孙伟东租了一间公寓 而且每天呢 都把食物和各种生活用品 送到他的公寓里边去 十几年的流浪生涯呢 让孙伟东呢 丧失了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需要慢慢的恢复 他们也知道啊 现在的对他的救助 是暂时的 从中长期而言的话 他希望呢 能够依靠社会的资源 帮助孙伟东 解决吃穿住行等基本问题 但这一切呢 都需要时间 一方面呢 申请社会资源 要求耐心 你看看 人家没想说 让中国政府给他养老吧 申请美国的这些社会资源 这个需要耐心 你看到没有 你以为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 随便拿呀 不容易啊 需要排队 需要时间 朋友们 另一方面呢 让孙伟东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需要时间 到目前为止 孙伟东的部分证件 已经找回了 一些证件 正在重新申请中 说医工团队呢 找到了孙伟东以后呢 带他到医院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包括身体和心理 各方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已出 现在呢 对孙伟东的各项治疗 也在进行中 不过呢 宋先生透露 对孙伟东的治疗 也很复杂 需要有长期治疗的打算 反正是孙伟东 花美国的福利 对不对啊 美国这个穷人的医保 但是美国的穷人的医保 我给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是吧 能治好吗 我不抱希望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一点希望都不抱 教会华人呢 这个孙伟东呢 感激这十几年来 一直对他的帮助 他一直流浪在布鲁克林 八大道一带 经常在地铁车站 找睡觉的地方 吃穿呢 主要是在八大道解决的 一工团队找到孙伟东说呢 这个八大道的教堂和餐馆 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他非常的感谢 八大道的华人的小餐馆 经常给他吃的 有时候好心人 还会请他到餐馆 吃一顿 而且给他买衣服 他也会到教堂去吃饭 教堂的长老们 对他都很友善 宋先生说呢 孙伟东的出现 对大家都很突然 真的没有人知道 复旦少年班的 孙伟东会流落街头啊 所以很多人都指责 说这个复旦校友会 十六年来干啥去了 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我相信这一点 因为孙伟东呢 连他家里人他都没脸去联系 更别说他的同学了嘛 对吧 他得了病以后 他就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 一种信息减防的状态了 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到他 如今的这个落魄的样子 所以复旦校友会说 不知道我相信 对吧 这个现在的这些校友会的义工呢 自发组织活动 大家都没有经验 大家只是希望群策群力 尊重孙伟东意愿的前提下 帮助孙伟东恢复健康 重获生活的尊重和希望 希望大家呢 不要现在打扰孙伟东的生活 一个平静安宁的环境 有助于孙伟东回归正常的生活习惯 恢复健康 这是最新的一个表态 最新的一个表态 这个事是这样 我还是这个劝一下复旦校友会 你们还是要认识到孙伟东呢 这种油量价值 才是他能够自救的最大的仪仗 你现在不让孙伟东这个出境了 这个事情热度过去了 然后按你们的设想 让美国的社会 穷人医保 能够帮助孙伟东回归正常的生活 美国办不到啊 真的办不到 而且校友会的救助 那也是只能救得了一时 救不了一世啊 这个救助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如果没有热度的话 各位 我一点都不乐观 那么 孙伯市 孙伟东 出境了 倒是 这点上要给校友会点个赞 让孙伟东 出境 给大伙说了一下近况 好消息是家乡 来人了 就是中学的同学和大学的同学 因为他在尖子班 大学的同学 现在也有很多都出类拔萃了 在中国早就成了富豪和官员了 其中呢 我们还听到有孙卫东的这个同学 现在已经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了 中国的亿万富翁救助一个孙卫东 我觉得比美国的任何人都靠谱 也没花中国的资源 也没让中国给他养老 他的好心的同学 如果真的把他接回国去的话 未尝不是一条路 对吧 都来了 家乡来人了 这个中学的同学 大学的同学看到他这个样子 确实是心酸不已 来救助他了 美国无情 中国有情 是吧 但是一个坏消息 就是他的家人 他可能是能够得到一个安宁的晚年的 最大的依靠 家人 依然 信息 全无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吧 人性 太复杂了 当然了 有人说 未经他人谷 莫劝 他人善 是吧 可是 你不觉得 这里边 有点 太过于 无情了吗 各位 点个订阅 家人再聊了